說真的我們如果給你 食錢的這個錢的話 我們接下來香港都不用玩 因為我們也沒有搬這麼多錢 網紅愛麗莎莎和藥局店員 爭論不休 原來她和男友到香港旅遊 臨時在當地藥局購買常味藥 沒想到店員卻向他們推銷 護肝藥材 甚至不講價錢 直接把藥磨成粉 接著索套將近五萬元台幣 讓愛麗莎莎男友當場氣炸 五萬多台幣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在問多少港幣的時候 你沒有回我 你就往這邊打了嘛 對不對 最後愛麗莎莎只好 把錢包裡所有的錢 大約七百元港幣 全部付出去才結束這場糾紛 三千的港幣 可是她去刷卡的時候 她不是刷三千港幣 香港有一些是旅遊店 其實是要小心消費的 我去藥房之前 我會先問一下那個櫃台的人 那這種情況的話 應該是要怎麼 要去哪裡買適合的藥 那價格應該多少錢 那最簡單就報警囉 你就報警啊 你總不能牆賣嘛 出國遇上插取的還有他 甚至越南海關 真的是不要給我開玩笑 超愛錢耶 等了二十分鐘之後呢 旁邊就有個台灣人 我就跟他講說 你也在等嗎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要等這麼久 他說因為沒有付錢 就是要等 鍾明軒越南行 因為沒有在護照裡假小費 只能在旁邊乾等二十分鐘 看著海關人員滑手機聊天 讓他極度傻眼 任何地方的海關 並不會因為說 你沒有給小費 就不讓你進去 可是如果你有給小費 他的確處理就一定會比較快 這個東西也不是 他不可以收的 出國沒加多 出發前要做好功課 才不會花了冤枉錢 還壞了出遊興致 三立選高官新鋒加於台北